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的比賽是龍之國路世界總決賽的Day1 32強B組的第一盤賽事 那這邊視角是從虎牙直播的比賽視角 那因為我們第一天播的是從美服的官方視角來播的 所以這一盤其實是在第一天沒有播到的 那我們就是重新來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幻滅選手2-1的選擇是直接拿了一個飛升 那這邊是用三星界的過渡 這邊拿吸血鬼應該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裝備的話它是兩條腰帶跟一個手套 其實還是還不錯的 因為這邊直接做一個好戰的話在前期的連勝部分其實是效率還不錯的 那這個飛升的話它待會的陣容選擇可能就會比較偏向於守護者代家啊 或者是四龍九五這種比較偏龍陣的套路 這樣會比較讓這個飛升的效果去發揮 那前期最好的開局一樣是大量的坦裝 這個陣容是比較需要坦裝 在前期會容易打一點連勝 那你要連勝之後才會有多的經濟去拉等級 才能去滴到你的龍嘛 所以這裡 開場兩個腰帶其實是非常不錯的一個開局 那對手Lilach是選擇拿了一個團結力量大 團結力量大基本上適合的陣容就是水砲還有這個 旗子刺 旗子炮 都是還不錯的 那這邊是講來到我們的弧星這裡是選擇拿了整容備戰 開始疊的牌幾乎都是避水牌跟炮手牌 所以他大概率的陣容 應該也很簡單了就是水槍 就是打一個經典水槍 啊狐心這個玩家其實也是很喜歡玩水槍的一個玩家 可以說是水槍攻勢也不會過 那這邊一樣是遇到了Lilach的團結 這邊是有一個鳥盾 那待會 待會再拿一條腰帶是可以再做一個席科的 那這邊對手是用兩守護兩鬥士的過度 基本上是很難贏的 因為你通常要贏的話是要有 四等的話是兩個前排兩個後排 會是最好的一個搭配 那如果你四個都是前排的話 你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傷害的 欸不過他好像的贏了是怎樣 欸 暴力坦克壓制 也是因為鳥盾啦 鳥盾在前期其實是一件很 牛逼的坦克裝備啦 因為他是 10秒還15秒的盾 然後那個盾是一整排都吃到 再加上團結力量大其實是可以的 這基本上就是靠一個 坦度去再打 那狐心的問題也是 他的前排質量不好 只有一張Liderate惡心 啊我剛剛是覺得狐心贏定了 沒想到是Lilach這邊是拿下的 那Lilach這邊的留牌也是偏水槍 當然他還是有留一些翠玉的牌 不過我個人覺得翠玉在 團結的搭配來說是比較沒有用的 所以待會還是要看一下他怎麼去選擇 那我們這邊視角是 塔木拉77 這邊是直接拿了一個 博命前鋒 那博命前鋒只有一套陣容 我應該 大家有在看我直播應該都很了解了 這個陣容就是 小玉賽粉 那基本上 沒有其他陣容 可以更好的運用到這個博命前鋒 所以 而且他無盡也合了嘛 無盡跟一把弓 當然無盡來說不是那麼好的 習賽的裝備 因為小玉賽粉是需要 夜色跟吸血的 所以他 他合出這把無盡 感覺是要想拼一波連勝 不過這邊是 剛好遇到五等的 幻滅 幻滅選手 出了一個好戰 在拼連勝的 你四人打五等本來就是烈士的 所以這邊很遺憾 那目前有三連勝的玩家是這個 阿妹的以及我們的幻滅 那幻滅這個連勝其實打得很漂亮 待會來看一下他會怎麼去再轉正 喔 後面這邊直接進了一張 斯溫 直接進了一張斯溫 那是不是可以走一個暗夜 然後先去獻祭 號戰 其實是很強的喔 我是覺得可以直接直接換了 星界然後再放 兩 兩暗夜 星界再加兩暗夜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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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 喔他沒辦法再加兩暗夜 他只能 放一張 阿可以可以可以 他選擇就不要星界了 那他這邊開的是兩鬥四暗夜 其實這樣是比較好的 那這邊綠甲也可以直接變成兩個 非常的強阿幻滅 這個理解也是很到位的 因為他 他要上 三星界的話一定要六等 所以這邊這個是很合理的 那我們弧星這裡是選擇 直接做了一個藍B 喔他這邊做藍B的話 很可能 是要玩 凱莎喔 因為 藍B在水槍這個陣容裡面是 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所以他可能 因為剛剛也有疊到避水 避水牌 所以就 直接做一個藍B 去轉正也是OK的 轉裝備戰當然還是比較適合去 哇這個 這個弧星還輸了這個畫面 一隻 一隻 一隻斯溫 打 打五張卡 有夠強 一打五 弧星這裡已經很強了 因為他的 塔利亞跟這個 珊娜是已經疊滿了整裝備戰 那這把金色的整裝備戰 其實 你疊滿那個差距 還是很誇張的 只不過二隻五的 龍神在 在 龍神在 在第二張角的宰視力還是太強了 而且他是有獻祭率假的 所以很可惜 弧星這邊這個 這個質量還要吞三連敗 但這邊如果有一個藍Buff 加上這個避水 他的疊成會是非常的快 待會看一下弧星會 怎麼去操作 那這邊遇到的是 塔莫拉77應該是可以止血 不過 不過我個人覺得弧星可能還是想輸的 因為畢竟這邊是已經三連敗了 那很可惜這邊是 終止連敗 那這把的娃娃是炮手 然後幻境是決鬥者 那這邊來看一下每一位玩家的選擇 Summer也是選擇了一個 翠玉體系的 翠玉之魂 翠玉之冠 然後 空打是拿了 星界赤福 這也是最中威中舉的 那Nute是選擇拿了戰鬥法師 戰鬥法師的話 基本上也是兩套陣容 第一套就是喜耀玉曬分 或其翠玉 第二套就是我們的 毒凱撒 那感覺這一把的陣容 重複度有點高 感覺因為這邊已經有 兩到三加是要走喜耀玉了 待會就看一下大家的 轉正是 會不會去 會不會去 去捲 畫面這個過渡就很舒服了 他可以直接用這個暗 暗夜去過渡到可能 甚至7等 8等 甚至到9等 都是可以的 那這邊有個瑞兒 是可以升級放 穩穩穩質量 升了吧 然後這個冰甲 我個人覺得 你也直接合了吧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 五連勝的狀態 你待會 你是還沒有遇過這個 低音玩家 unmade 那其實是永遠危險 那我們剛剛試講 稍微帶到這個 newt的戰鬥法師 他是使用一個星界 那他的裝備是 兩件坦裝加一個大天使 他選擇不合喔 這邊畫面是沒有合冰甲 選擇是單給了一個甲子 可能覺得冰甲不夠強吧 但我覺得如果你要打連勝的話 是可以去拚拚看的 畢竟你活了月久 可以撐到飛升 那當然是最強的 而且他這邊沒有選擇去 升六等算是蠻貪的 因為你如果是遇到 比較強力的玩家 你這個質量 其實這還是有可能會輸的 所以他這邊不升級 就是貪一波經濟 那這邊選擇的話 我個人覺得珠光蓮花 或綠岩都還不錯的 可以拿 可以其實可以拿珠光的 因為他還有一個甲子 待會可以 喔他選了 直接拿了一個瑞岩 也OK也OK 也OK 那畫面這邊是拿下了 飛升 呃 阿飛升肯定不會是水槍了 如果是要玩這個 凱撒的話 飛升就還算可以用 那原因是因為 飛升這個 效果在 凱撒這個陣容是有 兩鬥士加兩守護的 所以其實坦度是 是可以的 因為你一定要撐過15秒 你的凱撒才可以 吃到飛升的效果 不過他這邊的問題是 他升六等 低了一大包 一張凱撒都沒看到 那弧心這邊是非常的危險 那這邊對手 空打 公里猿狐家 星界赤福 那這邊看起來 是不是 無盡法暴 呃 是不是也想玩一個凱撒 感覺是也想玩一個凱撒 因為公里猿狐家 星界赤福 確實是凱撒 數一數二強的 海克斯 當然 賭卡馬也是可以的 賭卡馬也是可以的 不過他已經升到六等了 那基本上不會是賭卡馬 甚至你說要讀李星 也OK喔 這個 因為這個無盡法暴是 你要玩誰都可以的 龍恩來說 讀李星 讀凱撒 讀卡馬 三張都是OK的 都是可以很 很適合配到這個 公里猿狐家 星界赤福 甚至說你要 往後打大龍 你要打一個 代家 守護 也行 也行的 因為公里猿狐 很適合給大龍去使用 熬星 龍獸 代家 三個龍都是可以吃到效果的 對 他現在裝備上 已經 合到推推之後 打爆一點 哇 畫面這邊很可惜 在3-2選完 日圓是馬上被斷了 他剛選日圓的考量 可能也是因為 立即性比較強 日圓的 立即性效果是 優於珠光蓮花的 那如果你選 珠光蓮花的話 是未來性比較強 他剛可能是想保住連勝 那很可惜是沒有保住 這邊遇到的是 Nude戰鬥法師 看起來是要走 比較像是七翠玉 然後讓 傑西去C的陣容 或者是 或者是 那個守護 守護龍獸 然後戰鬥法師過度 那這邊 能拿下這個吸血鬼嗎 看起來是有點危險 因為吸血鬼這個大天使 已經跌到140層 那這邊直接吸兩波 GG 幻滅 哇很可惜 這個Nude的傷害 而且他還有飛身 他也是有飛身的 吸血鬼這個裝備 基本上可以讓Nude 用到七八等都不是問題的 那選秀環節的話 幻滅是兩個水滴 那他還有一個甲子 這邊是可以選擇拿魔棒 魔棒是有一個大天使 非常的好 應該是要拿大天使 喔他選擇拿斗篷 拿斗篷的話 就是要做一個石像鬼 去再增加一點坦度 不過我個人覺得現在 立即性來說 大天使給到 大天使給到這個 斯溫會是 傷害會比較足的 那當然他可能 思路是 欸我這邊已經有一個飛身了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OK啦OK啦OK啦 這個選擇也是可以的 也是因為這個斗篷比較貴嘛 那選斗篷 經濟也會比較好一點 OK啦OK啦 畫面這個 這個思路是 是很漂亮的 那這邊視角回到我們的 狐心 整裝備戰在疊 看起來是 還是想玩凱撒 但是他到現在一張凱撒都沒聽到 哇 狐心 是不是要走了 而且他這邊星火也給了 星火也給了 基本上 90% 90%是只能玩凱撒 那剩下10%是什麼 就是水龍 就是去轉一個水龍 嗯 我還是覺得這個飛身選的 比較不好一點 只是不知道他是另外兩個是什麼 感覺飛身有點拿的 太弱了 那這邊遇到幻滅是沒什麼辦法贏 畫面這個斯溫是有點太噁心了 那這邊 是不是要繼續滴呢 再滴下去會不會崩掉 還是得滴 凱撒 有沒有一張了 來了 札克 札克兩張 札克還是得抓 他可能龍恩牌不能先留了 因為他的金錢是不夠 升他去升到七等 他一定要在六等把凱撒多刷幾張出來 那這邊視角來到我們的Summer 是選擇了 翠玉之星加 翠玉天罰 翠玉天罰的效果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是你只要 雕像去爆掉之後 他附近的敵人會受到 剿械的效果 好像是兩秒 那畫面這裡遇到的是 我們的第一名玩家 Made 選擇的是電光反擊 加這個 道具組件 那這邊 他的 他的陣容其實也就是很經典的 守護加射手 四守護加兩射 那三件坦裝 然後接下來去補伊德瑞爾的輸出裝 待會在 八等或九等之後 去把伊德瑞爾的位置換成龍獸 先可以先用代加 再換成龍獸 那裝備的話 巨殺大天使法暴科技槍 四件選三件 其實就是很OK的 而美的應該是很容易去吃雞啊 這邊 而美的應該是吃了 他現在還在100滴 然後他是七的五十塊 他不吃雞 我不知道誰能吃雞了 他還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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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是想用四岸葉去拼多多的過渡 那待會 其實還看不出來他待會要玩什麼陣容 那這邊 五星 凱撒疊的層數三層 這邊的裝備 掉的也很不理想 哇 五星這把走了 老八 五星老八了 他根本沒有裝備盒 他這邊只能合一個反架 或一個 石像鬼不好 和反架會比較好 因為你斗篷留著 多的水滴還可以去處理掉聖杯 那這邊還需要 兩個棒子一把劍 哇 差的裝備有點太多了 都是閃劍合不出來 那這裡遇到的是 NUT持續的用吸血鬼過渡 哇 這邊NUT 還好是 狐心是借到血了 OKOKOK 一星凱撒在四之一 別人四之一的時候 凱撒都要三星啦 狐心這邊只有一星 而且他不是只有 他不是兩張 他只有一張 這邊他有藍buff的情況 我覺得 可以拿個吸血 也可以拿個戰鬥法師 但我個人覺得 戰鬥法師的效益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他現在傷害是 完全不夠的 OK他選擇拿下戰鬥法師 因為他沒有傷害嘛 他一件傷害都沒有 所以這邊只能 先把凱撒第二星 然後看情況是 要不要回存 那這把其實 如果你是要讀凱撒的話 這個 精靈是要開的 如果 微光道具很爛的話 才會選擇 不去放 不去放三微光 不知道他什麼選擇 他現在沒有 沒有把三微光拿出來 不確定這把的 微光道具是傻 因為剛剛沒有沒有秀出來 那這裡幻滅是要轉 喔 幻滅第三個海克斯選擇 是拿下了工會轉 那這邊 就是要轉成 工會剎羊嗎 這邊是開出了六冒險 喔 這邊有個大天使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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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他是要玩剎羊的話 大天使就會比較難用一點 這邊 比較好的轉陣是 轉成冒險代家 冒險代家 因為這把是決鬥者幻境 你是不需要出鬼魂的 那這個大天使可以直接讓代家起飛 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 喔 大家也來了 okokok 換面這把 吃了 換面這把第二啦 兒媚人應該還是比較低一點 那這裡 冒險代家應該是沒啥問題 不過這邊要直接換嗎 欸 斯溫吧 兄弟 哇 呃 這邊賣斯溫就是 會降質量 但是你錢會變多 所以 也可以趕快把裝備拆下來啦 所以其實賣掉也ok的 因為他現在其實也蠻窮的嘛 他這邊 剛好也有二星 二星的橘皮啦 沒有二星橘皮 這個斯溫賣掉是一定會爆炸的 因為主要是他的傑西一星 傑西一星是比較頂不太住的 那這邊開出了很標準的七冒險兩龍 他是一個經典的冒險代家 哇這個轉正很漂亮啊 那我們四角回到虎星 好慘啊 虎星 虎星這把真的好慘 他是選擇 沒有開三圍光 選擇是直接在六等上了 四龍恩三壁水 那應該是圍光道具太差了 非常低配的凱撒 非常低配 因為你如果少了圍光的加成 你的經濟是會跟不上的 那當然你的低牌又這麼差的情況 你可能會在六等卡到死 但是他也沒辦法 他一定要在六等抽到凱撒才行 所以他其實是已經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這如果不是比賽的話 聰明的人已經在打石頭了 聰明的人已經在打石頭了 那這邊直接選擇升到七等補出六龍恩 那就只能六 呃在七等慢刷了 七等慢刷 升不可能升八 那這邊要刷的牌就是 李星 熊怪 凱撒跟這個 札克 啊這四張 然後就開出六龍恩 想辦法去狗個分 啊狐心這邊只要 第六名 我認為啦 他只要撐到第六名 都是賺的 都是好的 那這邊遇到的是 超級大哥幻滅 哇幻滅這個裝備真的是很頂喔 因為他兩件彈裝 兩件輸出裝 然後再多一個偷偷 剛好給到橘皮 最完美的冒險代價的裝備 跟過渡 那這邊對上六龍恩 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你直接收下了狐心 sorry sorry 我這把要吃雞的 你走開 哇狐心這邊剩下31血 那剛剛的席賽玩家 塔木老77 薄命前鋒 其實過得也不是很好 已經剩下18滴了 那因為你開場就選了薄命前鋒 就是直接綁正了嘛 那那如果你 你帶7等低的很不順的話 其實就是會像這樣 因為你沒辦法轉正了 你就只能玩 翠玉體系 要配戰士也行 就是可能翠玉戰 翠玉配歐拉夫 這種的 那這邊視角來到 狐心對上 Lelouch Lelouch是一個 大本贏家 金鳥的歐拉夫 歐拉夫是神裝 這個三件套是 歐拉夫最神三件套 而且他是有 金鳥的加成 所以這個歐拉夫的攻擊距離是兩格 非常的遠 剛好也是很配合到這個大本贏的效果 哇 Lelouch這個組的還不錯 看起來是四滅龍 待會不知道有沒有四戰四可以不開 最強的就是七等 四滅龍四戰 哇 沙姆也是一個翠玉拉 沙姆跟塔姆拉七十七 這兩家玩翠玉的兩家都剩下十一血 還好是有進到寶藏龍環節 那狐心這邊 呃 需要拿輸出裝 喔可以啦 大天使加巨殺 可以了 勉強勉強能用 真的是勉強能用 真的是勉強能用 因為其實大天使對於凱撒來說是 沒那麼好的選擇 但也不是說不行用 因為他剛好有飛升啦 這個 只要能飛升到的話 那個傷害補起來應該是還是還是夠的 那畫面這邊拿的是 法爆吧 法爆再加一個颶風劍 可以可以可以 法爆然後他還多一件坦裝 還不錯 多一件反甲 給錢排 這邊 這個錢是 回存的非常成功 五連勝六十八塊八等 那他可以在 呃可能六之一 六之一選擇去升到九等 那也是因為那波賣的斯溫賣的很關鍵啦 所以他可以回存回存的這麼快 沒有把錢花光 打得很漂亮 這個畫面 而且因為他是一星代加加一星的 一星的解析喔 所以其實他這個 對質量的判斷 的掌握還是非常好的 有人可能會在八級 就這樣一直刷一刷 刷到解析二星 跟代加二星再選擇回存 那他沒有他覺得 喔我這樣子應該是穩了 那他就直接先回存了 兩張一星卡直接回存 對質量的判斷非常的精確 喔這裡 哇很可惜非常可惜 那這也是因為沒花錢 沒花錢這邊輸一隻 合理啦合理啦 沒可能讓你在這邊繼續繼續爽 畢竟 喔這邊選擇直接把這個 欸他什麼東西換了一個變形 沒看清楚 豬女嗎還是什麼鬼東西的 開了兩變形的斯溫增加一點前排的坦度 那我們的TechSummer 直接倒地了 開局是選翠玉之星加這個 翠玉天法的嘛 直接倒地了 那可以可以預想的是他應該就是 找不到喜好玉 找不到喜好玉直接倒地了 那這邊塔姆拉77 看一下他質量是二星攀升 二星喜好玉加一星賽粉 那還有二星的傑西 裝備來說我覺得挺差的 因為他給賽粉的是虛空之門 那給喜好玉的是巨殺加無盡 因為喜好玉的三神裝還是一件夜色 一件吸血跟一件傷害 他這邊是只有兩件傷害 等於說他沒有吸血 也沒有 也沒有坦裝 所以非常的慘 沒有夜色或太坦 那基本上 雖然喜好玉是 技能有吸血 但是我個人覺得 你還是需要一件吸血裝 去支撐他的 不然那個吸血其實是不夠吸的 那這邊狐心 狐心乾脆就不再七等低 他直接升到八等去開了 多開了一張索拉卡 喔 這裡 這裡狐心的選擇很有趣喔 因為其實他 這邊 凱撒低崩了 他的選擇是 很到位的 他直接選擇上八等 然後開了 秘術 然後把前排賣掉 換成了熊怪去當他的坦克 不過這樣的問題也是他很容易 飛升之後 呃 人都沒了 其實是蠻容易的 那這邊他 待會的轉正 可以看出來 應該會是 他的想法應該是想要找新的 不過這邊 直接走了 已經 已經轉得很好了 但是沒辦法 因為你的質量真的太差 你這個前期的經濟直接被凱撒 滴崩了 非常慘 狐心直接老七 沒辦法 真的是沒辦法 他已經打得很好的 那剛剛有說他如果第六就轉 第七其實我覺得 很正常 沒有老八就不錯了 沒有老八就不錯了 那畫面這邊直接拿了一個 敖心 帶的是 冰甲 呃 其實畫面是可以轉敖心的 畫面是可以轉敖心的 因為公會轉敖心也是一個 很經典 很歐斯庫的一個打法 之前在 12.1819版本很紅 這個冒險代加冒險敖心 這兩套 只是在12.19之後的改版 把高冒險的強度降低了 所以這個打法變得 比較沒那麼強 但當然你要順風來 來玩他是很OK的 大城也是強度也是在的 把這邊 感覺是想要歸到 第六章節才在升級 才有足夠的金錢去低到 敖心二心 其實很OK的 而且如果是冒險體系的 敖心或代加 打這個 守護風暴龍是很有優勢的 因為你的橘皮是可以 越過前排直接去打到龍獸 那敖心也是可以 越過前排直接去尿到龍獸的 因為這個陣容 你把龍獸打死 基本上他其他都是小丑 其他都是小丑 這邊直接開第一波 直接換 OKOK 因為代加是一星的 所以可以直接換 喔新了新了 那這邊要記得先給裝備 再去把冰甲彈出來 這是一個細節 他有打到OK 那這裡開出了四風暴七冒險 哇 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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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邊不開風暴 選擇補了一個索拉卡去回一下血 不血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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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OK的選擇 那待會納爾的位置 如果有巴德 是可以換成巴德的 沒有什麼問題 OKOKOK 也是因為巴德加的是這個普攻回魔啦 普攻回魔 普攻回魔 對於這個 冒險 熬星這個陣容來說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加成 等於說你的熬星不需要啟動裝的 就可以開大開得非常的快 然後冒險又有加到 冒險轉又有加到回血 所以其實你的續航能力也是很好的 哇這邊來了泰拉 要不要考慮一下 呃這邊掉了一個席科士 喔他選擇把龍全部抓下來喔 這邊是想要換成四龍嗎 我覺得還是先開八冒險會 喔他直接換了他直接換了 呃這邊八二二星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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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可以啦其實這樣換是可以的這樣換是可以的 因為他還是有維持六冒險 然後他是有巴德 有增加回魔的 那這個 史瓦尼的血量跟突騎的攻速其實就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他有保留最重要的冒險牌橘皮 然後 巴德然後還有這個變形 傑西跟這個龍女剛好可以開變形 其實是很漂亮的 這個這個轉的還還OK 不過坦度是一定會下降的 因為其實你的傑西 低到二星會比較簡單嘛 你 泰拉現在只有一星的情況是比不上二星傑西的 那如果你 你的這個 前排頂不住直接融化就會像剛剛那樣 你的敖星根本料不出來就直接倒地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這邊視角來到剛剛的空打 這邊是走一個六臂水無法經典的水龍陣容 然後他是選銷魂奪魄 這個是可以降魔攻的 不是降魔力的 其實是很強的一個法師科技 不管你是要玩七法 法蛙或是高法師星界 或是六臂水水龍法師 都是很適合用這個消耗奪魄 那這邊遇到的是Nute的 守護 啊不是守護 是三龍嗎 金龍龍獸 金龍龍獸但是他的龍獸是一星的 這邊凹星一波尿 應該就可以直接全部尿死 直接收掉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喔 欸 畫面的泰拉怎麼收二星的 哇 啊作弊 啊作弊 這邊 畫面直接作弊了 喔沒有那不是他的 sorry那不是他的 那是Nute的 Nute的泰拉二星啦 那這邊 喔塔木拉77剛剛也是倒地的 因為他的質量很差嘛 那個 襲賽的裝備很差 但是質量是還可以啦 只是賽粉 賽粉都要低到二星了沒 裝備太差了 剛剛就說到你玩消耗奪賽粉 第一個 裝備要對第二個 錢要多 第三個龍要二星 這個其實 好玩相扣 你缺一不可的 很很很貴的陣容 那這裡 好直接滴到了二星泰拉 那這邊直接鎖起來 待會下一盒可以直接去買 不會這一盒直接暴斃吧 啊 這裡 Lilach的歐拉附面有三星 所以應該是安全的 應該是安全的 GG了 直接尿掉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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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 非常的穩 再尿一次 直接GG Lilach 借血囉 感謝你 Made怎麼倒地了 欸 Made剛剛超級順欸 哇這邊 剛剛說要 要直接 守護龍獸的 直接倒地了 很中期 低的不順 八等的質量不夠吧 那這邊很可惜 那應該是沒有人可以跟 幻滅這個質量抗衡了 有機會 這個NUTE 滴到了二星龍獸 那其實是有機會的 不過 呃 以大成來說 龍獸是克制 呃 呃 呃 代價是克 不是不是不是 敖星 我在講什麼 敖星是克制龍獸的啊 敖星是克制龍獸的啊 那待會就是看幻滅怎麼去處理 這個擺位 喔這個轉得很漂亮 他是 七冒險 敖星轉成一個四龍冒險敖星 欸很漂亮的轉陣 那這邊 打的是水龍 第一波尿 直接把水龍尿死 可以嗎 喔可以GG 這個你啦 跳進來 沒有沒有做到事 OK 其實你啦 要直接抓掉敖星 也很難 因為你的敖星是有 公會轉的 有公會轉的話 那個加成六冒險下來 加雙防 加了非常的多 雙防雙抗 那這裡水龍 其實也沒什麼好提升了 這個水龍已經是最頂階的 只差這個 柔依的裝備 因為其實 玩水龍到最後就是 找柔依的回籃裝 然後柔依有大眼回籃裝去 靠這個無敵打上線 像是在 敖星開打的時候 關鍵無敵啊 這個 水龍都是有機會可以逆襲的 那這邊打到的是 Newt的鏡像 阿里拉取得大本營的 歐拉夫倒地了 因為他歐拉夫地不到三星 直接走了 這邊 龍獸 其實龍獸在這裡就是 熬星的充電寶 這邊沒辦法 直接被橘皮踢死 那這個 沒什麼問題 直接撩掉 其實Newt的質量已經 哇 Newt的質量很好 他是 泰拉二星 龍獸二星 龍獸二星的 龍獸陣了 已經是最頂級了 那這裡 這個關刀 基本上就是給 直接給龍女 沒什麼關係 因為他兩個偷偷嘛 那能拿裝備的 只剩下 潔西跟龍女 那如果給到龍女的話 龍女可以 可以開場秒大 哇 這個還是非常的強 哇這個機板真的開很漂亮 呆鬼最後的對手是 水龍 呃 打水龍就是 其實就是看肉依啦 那這邊 紅打是在想追 水龍三星 -1 水龍-1 有嗎 水龍 還DVD 欸我覺得他 對他要賣牌了 他要D了 走了走了 來不及了 嗯這邊 這邊一定要 一定要賣牌去找三星 三星 因為他剛減1了 沒導到沒辦法 導到的話還有一點機會 可能也不好打 可能也不好打 好那這邊應該可以直接恭喜幻滅成功拿下這一盤 啊這邊低波開尿 好GG 直接噴 喔這個 松木還沒死 松木還沒死 哇他會不會其實不賣牌會有機會贏的啊 欸他不賣牌好像有機會贏的欸 哇 可惜可惜 空打對自己的質量判斷就是沒有幻滅好 因為他剛剛如果沒賣牌的話 確實傷害只差了一點點喔 這個 很到位啊 那感覺剛剛可以不用急著賣 剛剛可以靠百味去平一波 也不一定啦 這些以上都是馬後炮 那我們直接恭喜幻滅成功拿下第一天第一把的 吃雞 那今天的視頻就差不多到這裡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啦 拜拜